父母小时候的孩子严厉一点,对孩子今后的成长,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好处,会让孩子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如雨的水,但是方式都有个度,如果过于严厉,不仅对孩子没有帮助,反而会起到反作用。 小彤是家里的独生子,家里条件还算不错,爸爸妈妈很恩爱,对她也很好,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,唯一让小彤感到有点害怕的就是妈妈了,从小到大,妈妈对她实在是太严厉了,严厉到她无论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,不敢犯错,因为一旦犯错,就会面临妈妈的惩罚,而且是很重的惩罚, 妈妈还会因此而伤心好久,小彤是个孝顺的孩子,她不想让妈妈伤心,所以就只能逼着自己少犯错,人非圣贤,熟能无过。 小彤五年级期中考试的时候,由于身体原因,没有考好,当然这个没有考好,也只是针对她来说的,小彤平时在班里,无论是期中还是期末考试,无论是大考还是小考, 一直都是第一名,爸爸妈妈也习惯了孩子的优秀给他们带来的优越感,只是这次发挥失场,成绩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,爸爸倒是觉得没什么,但是妈妈却不干了。 妈妈拿着成绩单对着小彤整整训斥了一下午,爸爸吓得在一边根本不敢说话,生怕把妻子的路会引到自己这儿来。 训斥结束后,妈妈一口气给小彤报了六个补习班,基本把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所有课程都涵盖了。 称称,成绩补一补就好了,学校老师听说后上门做工作,认为小彤这次的成绩不会对她有什么影响的。 妈妈一下子报这么多补习班,法男可能会影响她的成绩。 结果吃到了妈妈的闭门羹,原本小学五年级的作业并不少,平时完成作业就已经九点多了,现在又多了六个补习班的作业。 小彤每天晚上都要写作业写到十二点以后,第二天上课一点精神都没有。 这样小彤咬牙坚持了一月左右,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教室,每天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。 一个月后的考试,小彤的成绩下降得更厉害了,老师终于忍不住去找到妈妈。 说道,小彤妈妈,过犹不及啊,你这样一定会害得小彤的。 就算补习也要有个度啊,孩子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。 我作为老师,强烈建议你把补习班停掉,妈妈终于动摇了。 孩子的承受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是有限的,过度紧张。 一旦把那根紧绷的弦蹦断了,孩子的情绪也就崩溃了,身体也会承受不住。 严厉管教是没错,但请一定把握好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很多电話的人都要 quirky。 我们下海盆是最高限的两任何凡。 感谢观看